在過年期間聯盟傳出震撼彈 新竹街口工程師以不符合團隊需求為由釋出雷特 Julian Wright 這位祭出才被譽為有可能是20年來台灣籃壇的最佳洋將 打不到半個球技就遭到撤換 引發球迷間諸多討論 究竟工程師捨棄Julian Wright是正確的決定嗎? Brandon Dawson 的加入可以給新竹工程師帶來什麼變化? 哈囉大家好我是Andy 因為很多球迷留言甚至私訊我 問我為什麼Julian Wright這麼好 還會被工程師給釋出 所以今天我想透過這支影片 解釋我的看法 以及分享我對Brandon Dawson大盛的觀察 談談他的加入可以為新竹工程師的比賽風格 帶來什麼變化 首先工程師為什麼會釋出Julian Wright而非其他洋將呢 這點讓我從上半季工程師的比賽內容解釋起 新竹工程師打完上半季一 三勝失敗未去聯盟墊底 其中團隊三分球命中率不到27% 全隊僅有洋將 Henton和陳堅恩 在三分線外有穩定發揮 分別攪出40.4%以及37.8%的命中率 換句話說扣除掉這兩個人的表現 其餘工程師球員在三分線外的命中率 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偏偏這兩個人還因為有傷在身打打停停 連帶也影響工程師在外圍鼓勵的發揮 所以如果說工程師有哪一個洋將最不該被換的 絕對會是Henton 橫頭 少了他在側翼的火力發揮 工程師進攻當機的情況 將可能變得更加嚴重 那麼有可能換掉Hashun Tabi嗎 攤開新竹工程師的名單 鄭州目前有辦法扛進去的本土球員 基本上只有吳戴豪、榮毅森、潘冠翰 但是榮毅森經驗還太嫩 潘冠翰頂多打到4號位 5號位只有吳戴豪一個人能夠扛 以吳戴豪36歲的年紀 且有傷在身的情況 還要每場球扛超過30分鐘內線 對他來講負荷太大 雖然開季的前幾場球很明顯看了出來 Tabi尚未融入工程師 但是上半季尾森也有漸入加進 況且Tabi的籃板和護框能力 在聯盟都是屬於前段班的表現 場均能攪出15.5分、12.1籃板、3.4助攻的成績 換掉Hushin Tabi也不該是工程師的選項 那麼答案其實已呼之欲出 若工程師真的要更換洋將 唯一有可能更換的人選 就是Julian Wright 但是Juju有哪裡不好嗎 Julian Wright上半季場均可貢獻14.6分 11.5籃板、4.1助攻 成績非常的全面 場均能夠送出超過4次以上的助攻 更是聯盟中所有4、5號位球員當中的第一名 但是工程師遇到的困結是 他們急需洋將能夠跳出來多擔下 進攻終結的責任 這點對於以團隊為優先打法的Julian Wright 明顯不符合 加上工程師又面臨著戰績的壓力 當然如果Julian Wright體重能夠再減個10公斤 找回過去的身材 我相信他絕對有能力分擔更多工程師在進攻端上的責任 甚至是擔任進攻的終結者 但是 時間不等人 工程師必須做出抉擇 而他們最終做出簽下 SBL得分王 Brandon Dawson的決定 捨棄了Julian Wright Brandon Dawson大勝 在P-League首戰 上場36分鐘 以16頭9中 超過5成的命中率 攪出21分 13籃板 兩助攻 一抄截 一魂魄的成績 僅加盟約一星期就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可圈可點 Brandon Dawson大勝 確實在攻防兩端 帶給工程師更多的機動性 他在三分線內的面框能力 速度 爆發力 都非常出色 重點是他能夠提供Julian Wright 所比較缺乏的進攻中間能力 除此之外 工程師在下半屆 明顯提高攻防轉換的速度 打更多的Oli offense 試圖去提高得分的效率 這點有了Brandon Dawson大勝的加入 確實可以帶來幫助 特別是昨天富邦勇士熟了近乎整場的區域防守 Brandon Dawson在軸區 側硬的處理球都算穩健 若面對到丁人防守 相信以他的運動能力 應該會打得更輕鬆 但是在防守端上 畢竟Brandon Dawson身高只有6尺6吋 約199公分 若他沒有跟Hushen Tavi同時在場上 他個人在保護籃框的能力 並不出色 工程師的進區會稍遇到很大的考驗 新竹工程師 舍棄Julian Wright 是正確的決定嗎 我會說這是一個 不得不的決定 以今年工程師本土球員 解決一些他們在球場上所遇到的問題 但長遠來看 Julian Wright 在球場上的視野 如何處理球 我認為都是台灣球人 可以學習的典範 很可惜今年的Julian Wright 並不太適合工程師 對工程師來說 這確實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也必須肯定工程師想改變的決心 只要不是最後一名 就能夠打氣候賽 爭奪冠軍 若是你 拼不拼 最後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聯盟歸仗的問題 Juju將無緣在今年 披上領航員的戰袍 真的非常可惜 我相信對於他本人 肯定不好受 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想對Juju祝福的話 也期待明年可以看到這位 伸手全面的養將 回到PlusLink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很大的鼓勵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到我 做的影片主題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